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你好 本期为你解读的书叫《识人攻略》 高手都在用的30个职场锦囊 我是这本书的作者熊太行 《识人攻略》是我在2023年10月份出版的新书 这本书15万字 为大家归类拆解了职场上30种不同的人 介绍了和他们的相处之道 这本书的书名有识人二字 这不是认识人结识人的意思 而是辩识人的意思 这背后其实就有一个常见的误区 有同学觉得 我如果想有比较大的成就 那我应该有那种认识陌生人的能力 随便见谁都能聊两句 自来熟交际花的属性 其实只有个别行业需要变成交际花和自来熟 比如说销售 记者 培训师 健身教练 大多数的普通行业 都不需要你去大规模扩张你的社交圈 相反 会多次打交道 日常打交道的人 才是识人的对象 如果对他们的角色 他们的意图认识不清 就容易被误会 起冲突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这有什么稀罕的呢 我的同事 我怎么会不认识他们呢 我的下属 我怎么会不了解他们呢 我的上级 我效力于他好几年了 我怎么会不熟悉他呢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觉得 在职场上识人是一件简单的事 那就大错特错了 想要在职场上合理应对他人 面对冲突 识人是一切策略的开始 看不透对方的面具 搞不清楚对方的策略 只是凭借本能或者友善形式 那一定会在职场上吃亏的 我在这本书里面 介绍了30种职场角色 基本上涵盖了 新手不容易看透的角色 职场老手觉得棘手的角色 复杂难以预测的角色 以及值得挖掘和团结的角色 书中会用现实中的场景 和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举例 无论是职场小白 还是渴望提升的领导者 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不过咱们这期音频只有30分钟 我肯定没有办法 把这30种角色都介绍一遍 于是我把这30种角色 总结成了5种类型 第一种 看似正常 其实和外观完全相反的人 第二种 喜欢用套路控制别人的人 第三种 罕见反常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奇葩的人 第四种 复杂多变的人 还有第五种 值得我们相交的友善的人 罗振宇老师在给这本书写的推荐书中说 这本书主要要帮大家解决两个困惑 一个是他想干什么 第二个是 我该怎么办 我在为你分析这五类人的时候 也会按照这样的思路 带你剖析他们的心理 再找到合适的策略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类人 就是看似正常 其实和外观完全相反的人 这部分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非常具有迷惑性 巨大的风险 隐藏在正常的面目之后 举个例子 咱们一定在职场上见到过这种人 强调所谓公事公办的人 他们会用规章制度作为武器 你在工作中遇到麻烦 或者是一个难度很高的任务 推进到关键时刻的时候 他却板起了面孔 为难人 平日里有说有笑嘻嘻哈哈的同事 可能突然就变得冷如冰霜 你吃了一通饼 觉得委屈极了 但是你受的教育还是让你觉得 哎呀 这个人虽然对我很粗暴 但是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列宁没带证件 不还被克里姆林宫的卫兵盘问了半天吗 哎 我不能责怪这个人 我要不给他送点礼 或者至少言语上讨好讨好他 哎 你这么想的话 就中了他的套路了 确实有公事公办的人 但是一个组织或者一个公司 每个岗位 每个职工 都会有或多或少的自由材量权 在这个材量权营内 这个人是可以自己拍板的 大多数拿着规章制度做武器 卡我们的人 其实都是推托者 规章制度那都是他们的借口 完全不使用公司 或者是单位赋予自己的自由材量权 因为材量就意味着他要承担责任 简单粗暴的否定掉一个可能的机会 他是不会犯错的 还有一些人 那就是专门为难你 想要你讨好他 或者就是单纯的给你一个下马威 那怎么区分这个人是铁面无私 还是有意推托呢 正常公事公办的人 在拒绝你工作上的要求 否定你的提议的时候 一定会耐心细致的跟你解释 说清楚规章或者法律上的风险 而推托者呢 则往往是冷冰冰的拒绝 一问三不知 让你去猜 让你去揣摩 所以分清对方是推托者 还是一个忠于职守的人 是对付这种公事公办的人的关键 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招数 那就是求助 我们遇到公事公办的人的时候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求助于他 您说我负责的这个项目不合规 您看看有没有什么改进的余地呢 有没有什么类似的案例 可以参考一下呢 这个时候 如果他是一个忠于职守 真正有工心的人 那他一定会耐心的帮你改进项目 因为他和你的目标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公司或者单位的利益 如果他是一个简单粗暴 想要推托的家伙 那他一定会跟你说 不知道 因为他是一点多余的力气都不想用的 所以面对这一类人 关键在于找到合适的方法 检验他是否表里如一 然后你才能根据他真实的想法 找到合适的应对策略 咱们顺着这个思路再来看一种人 这是职场新人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种人 就是看起来冷淡的人 好多职场小白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 会用这个人是不是热情 是不是愿意跟自己接触为标准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咱们刚到一个新单位 新部门的时候 几乎就是一张白纸 这个部门的人手上都有各自的工作 而且工作压力可能还不小 他们对一个新员工或者是一个实习生 是很难腾出大块的时间来帮你熟悉情况 甚至哄你开心的 尤其是有些公司 人员流动性非常强 很多员工可能是熬不过试用期头几个月的 老员工逐渐也就形成了一种态度 等到你显示出实力了 能在公司待下来了 他们再社交 再交集 布拉德皮特演过一个二战坦克手的电影 叫狂怒 一群坦克兵看到被分到车组的新兵 根本不听他的自我介绍 你别介绍 看看下一场战斗你能不能活下来 你要是能活下来 我们再做朋友 你要是牺牲了 那我们也省得为你伤心了 这其实就是许多老员工 对新人冷漠的重要原因 这个时候主动贴上来 想要给你分享内幕的同事 反而是应该特别小心的 一来他们很有可能是工作量最不饱和的人 这些人在部门里面 往往是特别边缘的人 二来他们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 通过对其他同事的品头论足 达到控制你 让你站队的目的 新员工的优先任务 应该是提升绩效 尽可能让周围的同事熟悉 认识自己 而不应该是开展只面对几个人的深度社交 根据我的总结 我们在职场中可能会遇到六种 和外观完全相反的人 我为你列出了一张清单 附在了文稿中 有一点我要说明 他们都不是简单的好人或者坏人 在职场上 我们也不应该把人分为好人或者坏人 只不过要认清他们 才能有针对性的和他们展开社交 我要为你分析的第二类人 就是喜欢用套路控制别人的人 这种人没有那么大的迷惑性 识别起来不难 但是他们给我们的不愉快是一望而知的 很多人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我用号称为你冒了险的人来举例子 跟你说一说那些套路者跟我们在索求什么 你肯定遇到过这种人 在你获得了成绩之后 毫无防备的突然跑过来跟你说 老弟 恭喜你啊 这次你这个事 我可是给你冒了不小的风险啊 你正猝不及防 搜长瓜度的猜 到底是什么事的时候 他又压低了声音跟你说 你凭职称的时候 有坏人举报呢 说你的某个论文有问题 你这时候已经满脑子都是震惊了啊 他继续跟你说 万幸 我给你压下来了 还跟其他评委说 你这个人绝对可靠 你这才通过的 最后他还得补一句 你心里明白就好了啊 别往外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 我们只能被迫收下他的善意和恩情 你就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 欠了他一个大人情 关键是你还不知道这个恩人是真的假的 你只能赶紧先把这份恩情记得 宁信其有 莫信其无 强调他为你冒了风险的人 本质上是道卖恩情者 这种人会严重破坏你的内心自洽 损害你的利益 还会伤害你和别人的关系 我们想一想 什么是恩人呢 首先这个人得是自愿出手帮你 不是因为行事所迫 其次这个人的行为 他确实改善了你的处境 这才叫恩人 而刚才说的那种道卖恩情的人 往往是用已成定局的事情来做顺水人情 而且强行把这个人情债塞给你 这不是恩人 如果你拿这种人当恩人 非怠慢了真正为你出力 为你谋划的恩人不可 你可千万别觉得道卖恩情是会做人 是有本事 这可不是啊 三国演义里面的许优 就是一个道卖恩情的人 他对曹操在关渡之战的胜利确实有功 但是这仗都打完几年了 他还反复跟曹操的部将吹嘘说 没有我 你们得不到河北地盘 把领导的英明 还有同事的奴隶 全都一笔抹杀了 曹操后来找了个茬 就把许优给杀了 你不是总吹嘘说自己对我的恩情太大吗 那既然我报不了这个恩 就把你杀了好了 在咱们今天的职场上 道卖恩情的人 他肯定不会死的 但是他们在部门里面搅局 也很容易被领导制裁 所以遇到这种人 正确的做法是 追问一下细节 比如说 我不清楚您帮我的事 你能不能仔细说说 这一句话就能把他给吓糊了 对付这种人 可以对他谦逊 客气 但是别随便给他办事 尤其是别为了他违规办事 如果这样的人在你的手下 你可以直接跟他提要求 别在部门里面瞎吹了 好领导 不会在自己的手下放一个恩人 更不会放一个假恩人 爱玩套路的人 占你的便宜还卖乖 他们精熟此道 咱们的策略就是及时截住 让他知道咱不吃这一套 顺着这种思路 我们再看一种人 就是那种见谁就贬低谁的人 这种人大概率是压制者 非常低自尊 而且低级趣味 以打击身边的人为乐 他把你激怒 看见你气急败坏的样子 他就觉得很爽 比如说 看到女同事路过 随口就是 你又胖了 你这么暴躁 难怪找不到男朋友 你要是跟他着急呢 他就来劲了 你看看 他急了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种人 为此感到苦恼 我教你三招 来应对压制者的套路 第一招叫 我不觉得 先否定对方对你的贬损 直接表明你的态度 而且没有被他激怒 这是防守技能 第二招叫 你这么说我 我很难过 这一句看起来软 其实是把聊天的热度降下来 我们经常说的把天聊死了 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反击的手段 因为这句话 同时也是说给周围的人听的 大家都知道你不愿意听了 如果对方继续这个话题 那聊天翻脸的责任 就全在他的身上了 第三招是 我觉得谁谁谁做的就很好 这句话是给压制者挖坑 你举出一个你们部门里更优秀的同事 或者就是你们部门领导 引压制者出手贬损他 他要么不敢 要么就会和强大的同事结仇 《红楼梦》里面 林黛玉的嘴巴就很厉害 见谁都敢对一下 史湘云就对他用过这一招 那史湘云说 我说一个人 你肯定不敢说他坏话 宝姐姐你敢吗 林黛玉一听 果然就不说了 因为他是不敢得罪 宝钗这样温柔有心计的红人的 根据我的总结 我们在职场中 可能会遇到七种常见的套路 同样的 我为你列出了一张清单 附在文稿中 对付套路之人 理解他们追求的是什么 把罪优解记下来熟练掌握 就再也不用怕他们了 我在这本书中 为你分析的第三类人 他们罕见而反常 常常被别人看作奇葩 这些奇葩角色的人数不多 但是杀伤力极强 真要是遇到一个 那我们可能会苦恼好几年 比如说过度自恋的人 这种人的破坏力实在是太大了 一个部门要是赶上一个 那足够六宅不安的 你可能在职场上遇到过这样的人 他的脸上满满的写着对他自己的爱 他的一言一行 无不散发着这样一种气息 我就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最优秀的 我是最应该被人喜欢的 工作当中 事情怎么做才好 不是他关注的 他更在乎的是 这件事情他是怎么觉得的 工作闲聊的时候 他永远要做话题的中心 他对别人的话题是毫无耐心的 他谈论自己的时候 永远都是对自己做正面评价 他没有任何反思自己的打算 如果你想试图纠正他对世界的错误认识 或者是想要批评他 那可就麻烦了 他会对全世界喊话 说你欺负他 针对他 虐待他 还要哭闹 甚至寻死密活 这个时候就会有明白人来告诉你 哎呦 你惨了 你惹他干嘛呀 知道厉害了吧 过度自恋者 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未成年人 适度的自恋 有助于我们维护内心自洽 人应该爱自己多一点 但是成年之后 还要像小孩子一样 要在人群面前表演背堂诗 那肯定就没法招人待见了 过度自恋的人 渴望同事的关注和追捧 但又往往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当你点破他的自恋的时候 他就会快速退缩成一个球 伴随着大规模的撒娇和苦恼 他会要求你对他的退缩 负全部责任 过度自恋的人 往往还会对部门的权威 也就是你们的领导去哭告 有的时候 如果是异性领导 你真怀疑领导是不是跟这种自恋狂 有什么工作之外的关系呢 其实领导 或者是一些敦厚温和的同事 是很容易被过度自恋的人贴上和拿捏的 他们也没啥特别关系 就是单纯的对自恋的人厌倦 但是又不想费力气去教育他们 纠正他们 一来二去 就变成了一个部门 惯着一个自恋狂的离奇局面 对付这些奇葩的关键 就是理解奇葩 这个理解不是说咱们要原谅他 而是为了让咱们明白 他是怎么想的 明白这个家伙有多可怜 理解他们 掌握对付他们的技巧 咱们就能尽快恢复内心的平衡 过度自恋之人的主要武器 就是情绪 所以正确的应对方式就是打断他们的施法 当你发现这个人在撒娇 在索取的时候 就果断的把他拖回到工作的细节当中来 越枯燥越好 绝对不惯着 话题上拦截他 不接话 不替他打圆场 跟领导搞好关系 以防过度自恋的同事 跑到领导那去浸禅言 我总结了六种奇葩的人 附在了文稿中 应对其他几种奇葩的情况也差不多 重在理解 理解他们 不仅仅掌握了对抗他们的法子 对我们自己 也是很好的思维训练和人际修行 我要为你分析的第四类人 这种人往往在传统观念里 被我们看作不好对付的人 这就是复杂的人 注意啊 对复杂的人 我建议学习复杂 这五种人 有的是正面教材 也有的是反面例子 但是不管哪种 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一点东西 我们举一个常见的例子 爱揣摩领导意图的人 职场上你一定见过这样的人 这个人总拿自己当一个半仙 小诸葛 每天琢磨 琢磨什么呢 他琢磨的不是别人 正是领导 哎呀 领导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领导这么做的意图是什么呢 这些揣摩上意的人 不仅要自己揣摩 还要散播他的判断和方法论 刚开始你会哈哈大笑 觉得对方像多了吧 起人忧天嘛 但是偶尔猜中一次之后 他身边就聚拢了一批人 想要听他对领导意图的解读 猜中两三次之后 你也开始觉得含糊了 哎呦 他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内幕消息啊 爱揣摩上意的人 就这样在部门里拥有了隐性的权势 带坏了部门的风气 其实爱揣摩领导意图的人 都是职场上的边缘人 领导的心腹 领导有事会找他商量 哪有心腹还需要猜主公的心思 还要往外散播的呢 有些单位层级太多 领导脱离了基层 偏好谄媚者 或者领导布置任务不清楚 和下属的关系有隔阂 下属对处境有疑虑的团队里 爱瞎揣摩的人 就往往胡假虎威 大行其道了 如果那个爱揣摩上意的家伙 是你的评级 不模仿 不倾信 不加入 而且也不说破 就是最好的应对之道 爱揣摩上意的人 未必是坏人 比如有些年轻人 完全是因为渴望进步 摸不到门路 又畏惧和领导直接沟通 稀里糊涂的 开始胡猜领导的意图 如果你的下属里面 有这种小年轻 把他叫到办公室来 直接提要求 你有什么疑惑 可以直接跟我沟通 不要瞎猜 更不要瞎传 揣摩我的意图 传播给同事 这种行为只会害了你的 如果是那种揣摩上意 还爱恶意传谣的老江湖 我的建议就是 尽快清理掉 这种人是很难治好的 权力的毒 在他们的身上 已经留下了太深的痕迹了 你发现了没有 揣摩上意 是一种完全不需要本钱 就能获得权力的 空手套白狼行为 他们的动机是很不好的 但是他们用上的传播技术 和获益途径 是我们在别的领域 可以参考的 我为你总结了 五种复杂的人 清单附在文稿中 人际关系 就是要学习各种复杂 从复杂中取其精华 帮助你快速成长 听完前面那四种人 你可能有点灰心 又是防备 又是远离 怎么感觉职场里面 好像就没有朋友了呢 确实 经常有读者朋友留言问我 是不是成为职场达人 关系达人 就要泯灭良心 就要跟坏人 站在一起了呢 当然不是的 所以最后我要带你了解的 就是我们在职场中 可以结交的友善之人 我要给你吃一颗定心丸 如果你觉得职场上 那些友善的伙伴 没什么用 好像就是阴损坏的家伙掌权 那只是因为 你没有掌握好 伙伴的使用方法 也没有明白 良善之人所蕴含的力量 我跟你说说 职场上最常见的一种 良善之人 好学生 职场上的好学生 指的是从小教育良好 性格随和 尊重规则 想要老老实实 获得提拔的优质职场人 这群人是职场上的王者 这里不是我贩卖鸡汤 好学生的三个特点 就是智商在线 高度自律 和潜力无穷 好学生的基本素质 远比那些不爱读书 不爱学习的家伙高 而且在职场上 有进步的冲动 虽然有时候 好学生会被 混子和老江湖欺负 但是这也就 给了我们机会 我们可以团结 被老江湖欺负的好学生 早做准备 当他们在职场上 站住了脚 掌握了一些 基本规则以后 他们的力量 会远比那些 欺凌他们的人 大得多 好学生是完美受害人 好学生被欺凌 在一个部门里面 可能会引发众怒的 如果你已经是一个管理者 善待部门里面的好学生 成为他们信任 佩服的友善同事 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如果你的对手 是经常欺凌职场 好学生的坏角色 那和好学生 联手去对付他 狙击他 也许就是你取胜的机会 好学生 在被逼入绝境的时候 可能会来上一场大爆发 这种爆发式的冲突 往往会给那些 欺负人的家伙 极大的震撼 但是如果控制不好局面 也可能会给公司 或者是部门 带来无法收拾的局面 如果你自己就是一个职场上的好学生 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抛弃自己的学生腔 学生气质 重新建立成年人的社交方式 学会主张自己的利益 在冲突当中逐渐成长 你会很快找到自己职场上的存活之道 之后 那些让你成为好学生的特质 会成为你在职场中 加速前进的推进器 我总结了六种 值得你结交的人清单附在文稿中了 无论咱们在机关 事业单位 国企 外企 还是民企 我们都有一件事情 要牢牢的装在心里 那就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我用为人民服务的人 来做这本书的收尾篇章 这不是我硬要上价值啊 生活就是如此 没有信仰 只为利益的职场策略 是非常苍白和无力的 无论你从事什么性质的工作 什么行业 如果你心里能装着大多数人 为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而努力 你就有了前进的动力 也就有了冲突的勇气 好 到这里 这本《识人攻略》中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解读完了 下面我来为你总结一下 第一 职场上要安全 辨识一个人是敌是友的过程 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 什么样的人可以处 什么样的人要防备 简单的用条件来筛选 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采用了每举的方式 列出30种比较典型的职场角色 让你去熟悉他们 分析他们 接近他们 用正确的方式对待他们 第三 我把这30种人分成了5个类别 分别是看上去正常的人 熟练使用套路的人 反常的人 复杂的人 还有友善的人 每个类别里面都有几种常见的 或者难以对付的角色 通过拆解 我们知道了他们的面孔 策略 还有行为背后的形式逻辑 也就明白了他们图什么 怕什么和想要什么 也就能更好地和他们相处 希望我分享的观念和方法 能给你带来帮助 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 《识人攻略》里 我教了不少防备对手套路的办法 如果把这本书反过来看 进攻的 给别人施压的招数 我也通过描摹他们 解释他们 教会你了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愿你坚守善的底线 又能拥有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愿你未来变得更加温柔 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